欢迎回到主编点新闻 我是佩玲 我是志峰 新内阁成立至今 开了两次会议 那么过去这几天 或者是这几个星期 我们都把焦点放在首相 马哈迪本人的身上 那么除了他之外 其他内阁部长的新闻相对 他们的见报率或者是曝光率 相对会比较少 甚至是副首相 万阿兹萨的新闻也比较少 除了马哈迪之外 另外两个见报率比较高的 就是财政部长 我们一直有提到的林冠英 还有交通部长陆兆夫 那么其他的部长 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 相对的比较低调一点 甚至一些比较重要的部门 比如说内政部长 慕尤丁他的新闻也不多 另外一个我觉得 大家应该开始关注的 就是教育部长马智里 那么教育部其实是华社非常关注的 除了华教课题之外 接下来就是同考了 当然教育这件事情 对整个国家的建设 还有未来的发展 也起着非常关键的一个角色 我们来看一下 新的教育部长马智里 他是怎么说的 关于同考这件事情 他说教育部将会在开灾节之后 就是会去跟董总见面 还有教总这一些华教的机构 为什么就是为了要探讨 承认同考的这个事项 他说因为承认同考 是西蒙竞选宣言中的 其中一个承诺 所以他们将会在教育部 所设立的这个委员会当中 就是进行更多的探讨 不过他也有说 其实教育部在这之前 也已经开始进行了几个 算是非重视的一些会议 在这一个会议当中 也重立了委员会 委员会的成员 也包括了考试局 还有其他主要利益的相关的单位 那么双方就赶快见面 不过当部长被问及 什么时候会见这个董总 教总跟其他这个华教机构的时候 他就说现在的这个教育部的重点 是在百日新政的这个承诺 那么换言之 可能要等到这个开灾节之后 才会跟相关的部门 以及相关的华教机构见面 换言之就要等到6月15号之后 因为开灾节是在6月15号 还有半个月 至少半个月 两个星期 那么华社一直以来都非常关注 华教跟这个同考的课题 那么部长就有这个责任 必须要尽快去处理 那么或许他来不及 因为到目前为止 部长并没有副部长来帮他 那这个马哈迪 还没有公布完整的这个 内阁名单 所以任何的这个教育部的课题 都必须要部长亲自来处理 那么在这个时候 西蒙的盟党 行动党跟公正党 党内的一些怀疑领袖 就必须要在这个时候 告诉部长 协助部长处理这个课题 那么与此同时 马哈跟明镇也应该在这个时候 扮演有效的反对答 然后监督 承认同考的事 不要再发生那种 走到很远都走不完的 最后一里路 就是那么近那么远了 这一里路到底有多长 在每一个人的心中 都好像不一样 那我们再来看呢 其实在大选之前呢 国政政府呢 就已经有批准了 要新增十所的华小呢 还有搬迁呢 六所的华小 那不知道呢 大家是不是还记得这件事情呢 那目前的情况到底是怎么了 那部长就有说呢 他其实呢 还没有了解相关的计划 那另外他也有说呢 其实在2000年开始呢 共有超过100万名的 这个借贷者呢 就是被列入黑名单嘛 那其中呢 就有65万5000人呢 已经缴付了贷款 所以呢 就可以从这个黑名单当中呢 就是移除的 那预料呢 所有的工作呢 将会在6月中完成 那他也相信说 教育部呢 是可以落实西蒙的 这一个承诺 那西蒙呢 其实在大选中 也有承诺说呢 将会取消这一个 高教基金借贷者的黑名单 那月入呢 就是少过4000令吉的 这个借贷者 是可以呢 展延还款的 那么教育部是 非常重要的一个部门 我们可以从他 每一年的财政预算 获得巨额拨款 就可以知道说 他在其他部门 心目中的这个地位 那当初 马治里这名 新任部长上任的时候呢 我记得 华盛的反应呢 是先优后席 他们担忧的原因呢 第一呢 是当初不了解 这位新任部长的这个背景 因为 对他的了解 只局限于 他是一名伊斯兰的 这个学者 而他的形象也保守 那么后来才发现到 原来他有一半的 这个华人血统 他母亲是华人 他会讲一些 简单的这个中文 那么这个是他本身 个人的这个 对他的这个认识 那么现在呢 教育部是一个 庞大的这个机构 庞大的这个部门 况且现在 教育部跟高教部 已经二合为一了 那么部长的责任 是非常的这个庞大 那么希望在这个时候呢 西蒙的这个成员党 能够给 敦马更多的这个压力 让他尽快完成 所有的内阁的名单 出入 因为目前只有十个部门 有这个部长 而且这些部长呢 是缺乏副部长的 这个辅佐 没有副部长的这个帮助 所以他们的这个工作量 是非常的大 工作量大之下呢 他们的这个工作效率 可能就会稍微的 会被妥协掉了 那下一段回来 主编点新闻呢 我们来关注一下 新政府上台之后 马中关系 改变的怎么样了 掌握每日关键 精辟新闻点评 主编点新闻